这个星期发生了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 就是田纳西Nashville 一间私立基督教小学 遭到了枪击案 很多人说进枪就没事了 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但是我不想政治化这整个东西 所以我想讨论的是 如何抵抗 而且避免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有非常多的教会被攻击 教会的组织 基督教的学校 今天在讨论任何东西之前 请在下面留言 你认为左派有在针对基督教吗? Well 以下是Jill Biden的回答 这是在开玩笑的时候吗? 现在是应该开玩笑的时候吗? 变性人的枪手冲进去基督教的小学 杀小孩 然后你在那边开玩笑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 圣经的角度来看 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不是只看自己爽的 而是要真正付出行动的 付出努力来维护我们家园的 维护我们价值观的 加入我们的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 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百分之百 都是跟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们就不会来 支持我们的事工 抵抗左派的文化侵蚀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 而且一起抵抗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可以 一点一点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 我是伊藤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这一切都可以从 这个新奇发生的枪击案 看得出来 没错 相信各位都已经听说了 在田纳西的 Nashville的私立基督教学校 发生了枪击案 杀死了三个九岁小孩 三个成人 然后最后 枪手被警察击毙 被害者都是这间 学校的老师跟学生 枪手是一名 28岁的女人 自认为是一个变性的男人 目前对这个枪手并没有特别的了解很多 但是对于左派来讲 枪手是谁 什么性别 什么动机 这点都不重要 都是枪支的错 都是因为有枪 还有宪法第二修正案 才会有邪恶的枪击案 目前案情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就算我们对于这个枪手 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其实也可以知道说 问题不是出在枪支 或者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上面 枪支在人类的世界里面 大概有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 的确 枪支的科技 比1100年的时候 火药被发明的时候 杀伤力变强很多 但是过去这100年里面 枪支其实并没有变得比较有杀伤力 甚至在美国 杀伤力还锐减了不少 联发的机关枪 是1880年的时候发明的 在美国黑帮里面 常看到那个 Thompson Submachine Gun 是1918年发明的 那些枪都比我们现在美国人 能合法拥有的枪支 杀伤力强很多 也就是说 过去这100年 枪的威力跟杀伤力 其实并没有改变很多 避重就轻 扭曲事实的 让这些在上掌权的人 不用负任何责任 而且真正使我们的社会败坏的原因 没有人在意 导致我们根本没办法避免 下一场人造的灾难 其实每一个人都只是在等待 下一场大屠杀 下一场校园枪击案 下一场悲剧产生而已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这场我们社会造成的悲剧 首先请各位帮这些受害者的家庭祷告 以及这间基督教的学校祷告 这是一个悲剧 我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有人伤害我的女儿的话 我会怎么样 请各位祷告 请神亲自的来医治这些家庭 然后赐给那间学校平安 他们被逼着要接受 我们连想象都没办法想象的灾难 星期一的早上 一名叫做Ardrie Hale 女变男的这个变性人 用枪打破了学校左边的入口 进入学校的时候上了二楼 对着学校的学生还有老师开枪 这间学校没有执勤的警察 也没有持武器的保安 警察15分钟之后 到了现场把这名歹徒击毙了 把这个丧心病狂送到了地狱里面 然后在地狱里面会永远的燃烧 他将会在那里永远的永恒的 痛苦欲生生不如死 他杀了六个人 其中三个是小孩 一个女生叫做Haley Shrug 她是那间教会主任牧师 Chad Shrug的女儿 这里有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邪恶 进入了那间学校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超出凡人的勇气 跟爱来抵抗这样的邪恶 感谢神 Nashville的警察 没有跟从德州Uvalde的警察的后臣 他们勇往直前朝着枪声前进 昨天他们早上的随身录影机的影配 已经释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英勇的警察 牺牲了冲进学校内 击毙这个恶魔 也有非常多的报导 爆出来说 当然有很多的老师 还有在学校的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内冲进去保护那些 手无寸铁的小学生 这些英雄主动的用自己的身体 站在了无辜的孩子 跟这个邪恶的屠夫的中间 就是值得被鼓励 值得嘉奖 而且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说到这个枪手 目前警察还没有释出很多的资讯 只知道是个情杀 然后他喜欢一个女生 然后什么 这个我不在乎啦 但是清楚地指出 这个幻想中的变性人身份 是促成这场校园大屠杀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以下是Nashville警察当下的记者会 Our investigations tell us that she was a former student at the school I don't know what grade she's attended or grades but we do firmly believe she was a student there Does she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She does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yes And no motive at this point? Anything discovered in the apartment or house? No, we have a manifesto we have some writings that we're going over that pertain to this date the actual incident we have a map drawn out of how this was all going to take place there's right now a theory of that we may be able to talk about later but it's not confirmed and so we'll put that out as soon as we can And Chief, is there an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ow she identifies that she has been white? I'm sorry, I knocked someone's mic over I didn't hear you say that again, sir Is there an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ow she identifies is as an emotive or targeting the school? I... We can give you that at a later time There is some theory to that We're investigating all the leads and once we know exactly we'll let you know So was this a targeted attack? It was So this person's mind has a problem and it's a very clear and a very clear and very clear and it's a big murder And because he's a person as a person he has absolutely no matter with this big murder He also wrote his manifesto 宣告他要來做這個事情 那這造成的就是突然媒體亂成一團 很多媒體不知道怎麼報導這個新聞了 女人犯案不對 他自我認知是一個男人 男人犯案不對他也還沒有改名字 然後好像也沒有做什麼變性手術 好像他也不是男人 所以少見的是媒體首次的使用這個嫌犯 正確的真實性別 之後他們慢慢發現發現自己錯誤了 開始修正一些報社 開始指責那些使用嫌犯真實性別 這些新聞媒體 USA Today馬上發了推文說 星期一下午警察說槍手是個變性男 官方一開始就把槍手的性別說錯了 紐約時報也發推特說類似的東西 星期一的時候造成了混亂 因為Nashville的槍手的性別認同使用錯誤 官方使用了she跟her來稱呼嫌犯 根據社交媒體PO文以及LinkedIn的個資 這名槍手已經稱呼自己是男人幾個月了 所以就是在說這些警察說錯話了 怎麼能把這個邪惡的怪獸的性別說錯呢 但這些都是左派不想要討論的東西 他們不想要討論這個槍手的性別認知錯亂 或是這個槍手的邪惡的目的 他們想要專注的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槍 這個是我們的白宮發言人出來說明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沒有問題啊 問題就在槍上面啊 他幫助了不想要聲明 因為他們正確定的辦法 因為其他的問題 在他州人中的領域 指一個人中的問題 為了把這個問題 給了中國人們的問題 給了中共兩者分析 給了孩子們分析 給了他們分析 還有多多個孩子 可以被殺到 為了 美國人們的內容 會被丶定率 对,都是共和党人的错 当一个变性人冲进去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杀小孩 最明显的罪魁祸首就是共和党啊 这还用问吗? Joe Biden也出来开记者会 但是我实在懒得翻译他说的废话 所以说想看了自己上网找 那这里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跟枪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这些虚假虚伪的政治人物 都知道这些跟枪支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会知道这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 枪已经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他们说的assault weapon已经存在这个世界上八十几年了 但是这个样子的校园枪击案 这样的大屠杀案件 是只有在近二十年才出现的 如果问题是出在枪支上面的话 为什么六十年前没有这样子的校园大屠杀 一百年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枪击案 那不管你是怎么看待大屠杀这个事情 各种数据各种统计数字 还有这几年的数字突然暴涨 我们要问的问题应该是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人会想要做出这些无耻的行为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可以跟复仇者联盟里面的萨诺斯一样打一个响子 然后这整个国家所有的枪支都全部不见了 我们还是会有一群丧心病狂的变态 不尊重人民的杀人狂的这个国家 不管这个国家变得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武器 没有什么样的武器 那样子的国家还是不安全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 枪是很多这些杀人狂使用的工具 但是为什么那些人会想要杀人 绝大多数的人持枪有一辈子了 而且他们没有杀过任何人 我就有枪 我就有他们说的assault weapon 而我从来就没有杀过人 而且我也没有想要杀人 那为什么那些人会想要杀人 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跳过为什么这个问题的话 只讨论要怎么 喝止校园枪击案的话 那我们讨论的应该是 学校的安全 那那间学校为什么没有警察在那边 为什么没有持枪的保安人员在那个地方 表示那是一个非常软的目标 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地点 而且里面有一堆没有任何武器 没有任何自我防御的能力的人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小孩 每天全美国有上百万的父母 把小孩送到这些软目标 solve target 那边 而这些杀人犯会选择这些目标 就是因为这些地点很软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警察局局长说的 这边有抓到重点吗 那个歹徒想要去另外一间学校 但是最后决定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那间学校有保安 那间学校有持枪的警察 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了一间没有保安的地方 发现这点很难吗 发现这个事实很困难吗 每一间学校都应该要有持枪的保安 持枪的警察在那个地方 有持枪的警察在那边 持枪的保安没有任何的坏处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经过理性思考 然后做出决定说 嗯对 学校不应该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反对 应该要保护儿童的安全 我们的银行是怎么保护我们的钱的 怎么没有人出来反对持枪的保安在我们的银行呢 我们保护我们的政治人物 跟他们工作的地方 这个Federal Building 是怎么保护的 我们不是至少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吗 我认为应该要更保护我们的孩子才对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就算这个样子也没办法解释问题的核心 就是为什么 在这个案件里面 我们没办法忽略这个人的自我性别认知 其实这只是这群变性人 最近这五年十年犯下来 多起暴力案件的其中之一而已 Colorado Spring的大屠杀的枪手 也说自己是非二元性别的 2019在Denver的特许学校 Charter School的枪手 也说自己是个变性人 2018在Maryland的仓库里面 杀了七个人的自我认知 也是个变性人 这些案件并不是独特的案件 这些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一个神经病突然出来杀人的特例 这群人不是安分守己 不是一群爱和平的一群人 事实上是什么呢 这次大屠杀刚好发生的时间点叫做 Trans Day of Vengeance 或叫做Trans Day of Revenge 变性人的复仇日 我不知道是刻意挑的 还是刚好就在这一天发生 变性人复仇日 我其实讲过很多次 这不是在丑化 或者是仇视这些变性人 但是左派激进的这些变性族群 是一个仇恨暴力的运动 跟人权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追求的就是暴力 追求的就是仇恨 他们比任何美国近代史的人权运动的组织 都还要暴力 而且充满仇恨 我会知道 不是因为他们在大街上面游行 然后拿着他们的骄傲旗 然后在路上喊反对他们的那些人 全部去死 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变性人的游行 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 一群奇状异服的变态 在那边大喊基督徒全部去死 叫神去死 不只是这个样子 也不只是这个惨案发生之后 这些变性人的人权运动的这些人士 出来合理化这样的行为 出来发推文说 Oppressed minority are striking back 被打压的少数人反击了 反击的方式 就是杀小孩 我知道他们是暴力分子 不只是因为这样 我知道是因为我有经历过 我有两个频道 PHC Project Help Christian 颜值攻略跟AI news 爱报导都有被攻击过 我知道他们会做的事情 他们会说任何东西 胡乱指控来去伤害我 威胁我的小孩 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们会对你做任何事情 来封杀你 毁掉你的人生 他们会检举你 会写信威胁你 会骂你的家庭 诅咒你的小孩 他们会留言说什么 最好什么 有什么在你身上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 他们会威胁你的家庭 威胁你的小孩 他们会骚扰你 他们真的会对他们暴力的言论 付出行动 这个就是他们的人权运动的模式 而且任何站起来反对他们的人都会知道 而且都会被攻击 在这个道德沦丧分裂的世界里面 你只要起来跟随耶稣 只要说出真理就会被抵制 但是针对变性人这个议题的抵制 跟其他是大大不同的 这些人跟一般的左派运动不同 很多同性恋只是 love is love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们这群变性人 是充满愤怒的 他们是真正想要摧毁正常人的 他们享受暴力 鼓吹暴力 想要杀人 而且想要杀死你全家 你如果直接去问他们的话 他们会直接告诉你 而且他们会说 你就是该死 你就是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任何的爱 就算你不问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告诉你 只因为你身上挂着个十字架 那这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愤怒 这个暴力 这个杀戮 是被我们的政府支持的 是被这个我们整个系统吹捧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专家 写出来的文章 例如像这个是 Tim Vogue 一个年轻人读的杂志 停止管理变性人的愤怒 换句话说就是 他们想多暴力就多暴力 这是他们的特权 美国从上到下 感染到了其他国家 我们的最高领导人 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那些禁止变性认同学术的 那些想要保护小孩的 想要让小孩不被洗脑 想要阻止儿童 被这样的思想淋虐 侵犯 想要阻止儿童被阉割 切除性机关 说我们这个样子的人 是在促成变性人的 Genocide 种族大灭绝的大屠杀 你不接受LGBTQ那些人 你就是在杀死那些人 这个说法不是旁门左道的极端分子 说出来的 这些是主流的大型媒体的 政府高层说出来的 而如果一个人指出来说 不可以阉割孩童 不可以变性小孩 我们要保护孩子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这个社会是会认可 你被暴力对待的 你是活该的 他们会发新闻稿 合理化这个 在基督教学校的枪击案 这些变性人被告知说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些反对他们的人 对他们来说是 生命的威胁 只要不认同他们的个人看法 就是在对他们使用暴力 仇恨言论 言论暴力 然后呢 就是真正在杀死他们 只是不认同而已 不接受 你就是在谋杀一个人 你在这边听过很多 什么台湾的挺同牧师 陈思豪也这样讲过 牧师哦 不挺同就是在杀死同性恋 这就是他们的意思 他们的逻辑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被压迫者的反击 也就是这样的思维 让他们可以合理化所有暴力的行为 这是一个刻意的 他们就是来偷窃杀害毁坏 我们不能再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这个就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期待的 任何的时候 华盛顿DC 国会甚至什么大官在那边 指着保守派 基督徒 右派 指着我们说 你们就是想要种族洗劫 你们就是想要种族清洗 你们就是想要你们的基督教价值观 掌控这地 你们就是不尊重其他人的文化信仰 他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在跟他们身边那些暴力分子 人权运动人士说 去叫他们闭嘴 杀死他们 让他们消失 就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消失 这是唯一解释的方法 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在做种族洗劫 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话 暴力的消灭那个人 就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这不只是形式上的议程而已 说穿了整个变性的议程 整个LGBTQ的主要原因 主要的原动力就是绝望 还有个人低谷 缺乏自信 自大 自恋 促成的暴力 一开始是以一个自杀的这个形态来表现的 他们对自己施暴 拒绝自我 转变成了一个向外扩张的暴力倾向 变成一个不只是想要摧毁自己的情势 而且想要摧毁自己以外的所有事物 他们想要下地狱 也想要抓着更多的人 跟他们一起下地狱 一起痛苦 被这个邪教洗脑的人 在一个自我仇恨的漩涡里面恨自己 然后呢 把他们所有对自己的恨 全部都往外投射 而且投到这个社会上 而且专门找那些 拒绝跟他们玩这些邪恶的角色扮演 无耻的逃脱现实的人的身上 真正在乎他们的人 爱他们的父母 爱他们的牧师 爱他们的朋友 爱他们的学校 爱他们的老师 爱他们的神 会是他们使用暴力最大的目标 这就是这个性别认同学说 直在人类的这个自我防卫系统里面 最大的表彰 这些仇恨跟暴力不是副作用 这仇恨跟暴力是刻意造成的 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邪恶 这就是整个新闻的重点 就是邪恶 因为之后不管哪个恶魔 做出来这些丧心病狂的事情 最终的根源就是人类的邪恶 还有利用孕育这样子的邪恶的社会 这个让邪恶成长的社会 不管是一个变性的人 还是任何其他的人 接下来在搞个什么大屠杀 所有的根源就是一个腐败的文化 跟败坏的道德 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麻木的 没有目标的 萎缩的 懦弱的 而且活着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群人 我们看到这些空洞 就想要找一堆东西来填满它 什么精神的药物治疗 网路 VR 虚拟世界 娱乐 试图要让我们自己更麻痹 现在有很多的人 很多年轻人 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他们就去选择去看看 性别认同学说 gender ideology 试图在那里找到答案 但是在那里只能找到 更多的无奈 更多无法逃避的现实 这些就是促成这些大屠杀的土壤 这些精神疾病的养分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看清楚这个事实 而且面对他们 这个大屠杀的土壤 也是埋葬很多无辜人的土壤 星期一之后 又多了六个人 我们要帮他们祷告 帮他们的家庭祷告 而且我们要站起来 抵抗这个邪恶 政治迫害这个东西 其实最爱说政治迫害的人 认为自己到处遭打压的 就是左派本身 他们每天无痛生淫 无中生有 每两天就创造出来一个字 说自己被压迫 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 种族歧视的言论 这个星期我们的种族歧视的言论 又增加了一个 一位叫做 Chris Curtis 的电台主播 说一名叫做 Mina Kimes 的 ESPN 的女播报员 Nip 他叫他这个女人Nip 那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 马上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 Chris Curtis 是谁 第二个问题就是 Mina Kime 是谁 第三个就是 Nip 是什么东西 那跟大家一样 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Nip 是什么东西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包括那些假装在很生气的 那些 Nonino Koro 也跟我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知道 只因为这群人不认识这些人是谁 不知道他们在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并不会影响到他们人生充满着愤怒 充满着冲击 认为这个世界亏欠他们 想生气的左派 想愤怒的左派 就是会生气 就是会发神经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会发神经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在美国的种族歧视 上个星期在波士顿的电台 有一家叫做 WEEI 里面有一个体育播报员 叫做Chris Curtis 开了个玩笑称呼Mina Kine 一个亚裔的女性 在ESPN当体育分析师 说她是我最喜欢的Nip之一 然后这个玩笑是来自于 小瓶的烈酒 对 原来英文里面小瓶的烈酒 就是你在飞机上可以买到那种 也叫做Nip 跟大家一样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那这个是当下的情形 Ex the question Top 5 Nips Oh yes That's a great one Because Dr. McGillicuddy's I think is number one or two Screwball also up there I probably go Mina Kine's And fireball Fireball Like I'm not taking a tequila You're right about the McGillicuddy But do you like the purple or the root beer? 这个爆发之后 Chris Curtis出来曾经 说他其实是在讲 Mila Kunis 这个女演员 但是他说错了 说成Mina Kine 同时也承认说 他说的话是 Soft Morical 还有Sexist 幼稚又性别歧视 也就是说 他的目的只是要开一个玩笑而已 一个低级的玩笑而已 但是就算他没有出来澄清 绝大多数的人也应该可以了解 这就只是一个玩笑 但很不幸的呢 原来Nibs这个字 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人拿来骂日本人的话 我这辈子好像就只有高中的时候 有听过有人拿出来说 哦那个是在骂日本人的耶 类似这个样子 有点类似中文里面的就是什么 日本鬼子高利棒子之类的东西 基本上如果你去问美国人的话 就是没有人听过这个用词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Mina Kimes 不是日本人 她是个韩国人 所以在这边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 这个体育播报员 刻意地出于一个 职业自杀的一个选择 刻意地说出一个在 二战时期 硫磺岛战役当中 贬低日本人的言论 而且是对一个 韩国的体育播报员的贬低 或者是第二个 Chris Curtis 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在电台上面开了一个黄枪 目前只有这两种解释 而且很明显 这两个哪一个是比较有可能的 但是在这个 创造受害者心态 极为重要的社会当中 最有可能被解释的 通常都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所以全美国的左派 No need no call 就全部站出来了 假装说 这一切就是在贬低亚洲人 在攻击亚洲人 Stop Asian hate 假装他们好像早就知道 NIP是一个脏话了 假装受害者 假装被歧视 假装很难过 因为一个 没有人听过的体育播报员 在一个 没有人听过的体育播报的 这个广播电台上面 说出来一个 没有人听过的脏话 打电话到那间电台 一定要开除Chris Curtis 谴责 ESPN这个全球最大的 体育新闻公司 发出声明 其他电台也跟着跟进 整个受害者马戏团 全力出动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会怎么样 Chris Curtis 发出一个官方道歉文 拜托那些受伤的受害者 原谅他 然后呢 留职停薪 当然这对左派的 No need no call 是绝对不够的 这些人自认为 自己是受害者 假装是一个 为了什么东西的 劣势一样的这个角色 根据这个新闻片段 我们来看看 他们是怎么样利用一个 愚蠢的玩笑成为劣势的 我要这边先暂停一下 因为我可以告诉各位 为什么他说的东西有攻击性 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任何的原因 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 或者是原因而受伤 因为这类的事情 没有伤害到任何的人 遇到这样子事情的时候 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就是 普通的正常人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人生 生活中 有比他们更需要重视的事情 有更需要他们的事情 更需要他们担心的事情 那我们这种正常人 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也没有志向 去被一些很没有意义的玩笑 感受到被攻击 那另外一群人就不同了 他们渴望被认同 他们没办法认清事实 他们的人生是一个玩笑 他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巨婴 他们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跟目的 他们一事无成 而且可能这一辈子 都不会有任何的成就 他们这一辈子就在找任何的机会 来当一个受害者 他们每天在那边等着 等到某个人做错了什么事 说错了什么话 就跟亚马逊河里面的食人鱼一样 每天都在等一只羊过河 任何有点风吹草动就全部冲上去觅食 这一类的人也没有受伤 而且跟伤害是完全相反的 他们是很兴奋的 他们是很激动的 他们就是一群没有脑的食人鱼 随时准备好要来啃食他们下一个目标 他们每次遇到这种虚假的同情的时候 是充满感谢的 所以这就是每一次在左派新闻上面吵的样子 一件事情闹得好大 全国沸腾 然后没有一个人是受害者 没有任何人受伤害 A ban on miniature liquor bottles was proposed Monday by Boston City Councilor Ricardo Arroyo garnering attention from neighbors and local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he Greg Hill radio show on WEEI the show's hosts were discussing the ban using the nickname for the airplane sized bottles when producer Chris Curtis appeared to refer to an Asian American ESPN journalist Mina Kimes in a racist manner it dragged her into a controversy through no fault of her own regarding a slur and her race Curtis was suspended by WEEI I want to apologize for the stupid lame attempt at a joke is it ever clever to be clever you know to be clever at the expense of somebody's identity professor David Howell teaches Japanese history at Harvard so it's really very much a term that was used during World War II to refer to the Japanese when they were the enemy if it's a classroom or on the air using a term almost you know makes it sound like it's okay to use the term WBZ reached out to the chair of the Massachusetts AAPI commission Dr. Gary Chu let's not go back to the past and perpetuate hate especially AAPI hate which has been on the rise not only in the U.S. but also in Massachusetts and the city of Boston Dr. Chu hoping for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radio host and more representation moving forward anytime we can denounce things like that will help we're working to talk about all these issues providing resources to elevate the messages of what is going on so that everyone understands the diversity of the Asian American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populations we did reach out to ESPN who called the comments hateful and extremely offensive we also reached out to Odyssey the owner of WEEI they did not immediately give back to us in Brighton Laura Heifley WBZ News 哼 这边可以讲一下就是 废除小瓶的烈酒 是一个很蠢的东西 因为 你禁止的小瓶的酒 只代表一件事就是 大家会买大瓶的酒 你会买那种小瓶的酒 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 你是个酗酒的酒鬼 第二个是 你是大学生 那这样好像 差不多是同类人 第三个就是 你在飞机上 你禁了小瓶的烈酒的话 你会让那些酒鬼突然就说 OK 从现在开始我改过自新 不再喝酒了 不再酗酒了 当然不会 他们只会买大瓶的 然后一次喝更多 但是这不是我想讨论的重点 我想讨论的重点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跟这些 no nino kuru 左派的no nino kuru道歉 因为你道歉的对象 是那个样子的人 刚刚你看到影片 那两个人 大学教授跟什么 亚裔的什么社团的总监 跟他们道歉 就是在跟那个样子的人下跪 你跪下来 就是牵他们的脚 那两个变态 就是你苦苦哀求 求饶对象的代表 一个一事无成 没有任何作用的大学教授 然后穿着很难看的衣服 嘴角在那边骄傲的笑着 高高在上的看着你 告诉你 你该说什么 有什么字是你可以用的 有什么单词是你没资格用的 这样子说话很不OK 我们不能创造一个 氛围是可以认同那个样子 说的话的这个世界 很多话是不可以讲出来的 因为我这么认为 这就是他们 还有那位亚裔的大叔 无脑的官僚 什么受害者的博士学位 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会当主席 那样子的什么会 什么亚裔青年会 黑人青年会 就是那种东西 这些集团 唯一存在的目的 只是找受害者的身份 然后证明自己这个没用的社团 存在的意义 只是纯粹是个玩笑而已 他们根本不在乎 特别是那个亚裔大叔 连假装这个东西 有任何重要性都没办法 跟每次那边那个 新年快乐的那个赵美心一样 我们要多元 我们要更多的这个什么认知 多元的认知 这样子别人就会知道 就是要叫多元 然后还有多元的这个重要性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相信 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他们只是一群懦弱的弱小的暴君 寻找机会来去强制 别人服从自己而已 还有包括所有 为了这个样子的事情 发飙的这些暴徒 因为其实每一次都一样 为了左派的事情 发飙的暴徒 追根究底 你就会发现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自己在发什么飙 全部都只是一个表演 这就是为什么 我常常跟别人讲 而且我自己也这么做 就是不要跟他们 这个样子的人抱歉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 永远不要妥协 永远不能道歉 这不是一个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 你有义务要指出 他们的愚蠢 跟他们的错误 事实上就是 你想对那样的人 说什么 你就可以说什么 但是绝对不要 跟他们道歉 不管是什么 什么Stop Asian Hate Pro Choice Anti God Anti Christian LGBTQ 在这个案件里面 Chris Curtis 也不是正确的一方 但是他选择道歉 他没做错什么事 但是选择道歉的 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因为他道歉的对象 不是人 而是嗜血的食人鱼 所以我们不能跟 那个样子的人道歉 他们是盗贼 目的就是要来偷窃 杀害毁坏的 能解决大屠杀的 能避免大屠杀的 不是进枪 更不是更多的法律 杀人已经是违法了 但是他们还是会去杀人 脑子有问题的人 持枪已经是违法了 但是我们的政府 还是把脑子不正常的人 当作是正常人 甚至让他们在 我们的政府里面工作 来管理我们 反而把基督徒 保守派 珍惜生命 爱家庭 爱孩子的人 当成是神经病 要把他抓起来 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价值观 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 都受过伤害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 都放过罪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不完整的空洞 能填满这些空洞的 不是持续的麻醉自己 以为这个样子就好了 唯一能填满 人心中的空洞的 就是耶稣 就是当基督徒的使命 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 盐跟光 没有这样的企图心 跟使命感 立多少法律 尽多少枪支 都没办法避免 下一场大屠杀 只是在等着 下一场大屠杀 不断的发生而已 敌人的攻击 不会因为我们妥协 放弃 道歉了 而变得更少 他们就是要来偷窃 杀害毁坏的 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敌人 而且不可以有一丝的妥协 我们要跟耶稣一样 直接的面对邪恶 我们有能力 有义务 而且有这个使命感 挡在我们孩子前面 阻挡邪恶 侵蚀我们的孩子 而且我们拒绝 跟这些邪恶道歉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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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